A12Z核心 雖然2020年受到疫情困擾、百頁蕭條 但Apple偏偏在今年出盡全力 都未計新的服務和軟件 只計硬件產品都已經有超過20件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回顧一下 今年為Apple打頭陣的 是兩款換上A12Z核心的新iPad Pro 同時也加入了超廣角 以及之後在高階iPhone 12 也會現身的拉打鏡頭 隨著iPad Pro的推出 還有創新的懸浮設計 也有近次MacBook的按鍵 和觸控版的Magic Keyboard 不過重手兼斜定家規 實用度就偏低了 同月其實還有更新版的Mac mini 以及換上新的Keyboard 和核心的MacBook Air 2020版 不過之後的故事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10個月之後 他們也同時幻想最新最快的 Apple自家M1核心 3月買新機的人會不會很後悔呢? Apple在4月線推出了便宜的iPhone SE 而最驚喜莫過於用上 和當時最新的iPhone 11系列 同級的A13 Bionic核心 借渣的價錢笑我的味道 27吋新iMac登場 更新核心和硬碟是基本 比較特別的是螢幕加了True Tone功能之外 亦都首次可以升級 選用減圓缸的Lano Texture玻璃 9月可以說是Apple的瘋狂開始 連續4個月都有新機推出 而且健健都這麼重磅 兼且巨話提升 果粉門很容易不小心破產 Apple Watch Series 6 雖然外形不變 但就加入了血氧檢測 並且換上了S6核心 還有首件的便宜版 Apple Watch SE 不切心電圖和血氧功能 加上用S5核心 說到底 其實就是換了命的Series 5 同於還有換上A12核心的第八代iPad 2599元的入門家 極之抵玩 不過更加注目的 還有大轉方的iPad Air 用上10.9吋的屏幕 將Touch ID整合到機頂的開關鍵上面 加上換成和iPad Pro上次的平面邊框設計 以及支援無線充電的第二代Apple Pencil 和Magic Keyboard 基本上和iPad Pro都有七成相似 更重要的是換上比iPad Pro重要身的A14 Bionic核心 比較弱的就是沒有超廣角和拉打鏡頭 當時相信令不少想買iPad Pro的人動心了 iPhone一改多年來在9月發布的慣例 在10月才和大家見面 但就以歷史以來最多的四款機型現身 包括5.4吋屏幕的iPhone 12 mini 6.1吋的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 還有6.7吋的iPhone 12 Pro Max 全線支援5G 亦都用上A14 Bionic 外形亦都大革生 用回果粉最喜歡的平邊設計 當然不少得的就是鏡頭升級 Pro和Pro Max 甚至加入了拉打鏡頭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竟然突破傳統 最炒得的竟然是iPhone 12 Pro 而不是最貴的Pro Max 炒風更加持續了整個月 算是近年少見 以為只有iPhone 但原來還有HomePod mini 以749元超低價級引用家 比起當年的HomePod親民得多 雖然近日有愛媒對它的評分都挺低 但實施過就相當不錯 配合香港的小屋其實都夠用有餘 加上支援Siri Apple用家要有了 Apple自家M1核心 突發有實機登場 連頭才更新的MacBook Air 13吋MacBook Pro和Mac mini 同時換上M1核心 確實的確快 靜和閃電 加上之後 Apple也會全力推Apps 過度到M1 好像最新就有Microsoft Office 和Adobe Premiere等等 你叫剛剛買了Intel新機的人 情何以堪呢? 以為最後一個月會停一停 但Apple就以這一款 盛傳已久的頭戴式耳機 AirPods Max做壓軸 雖然外國傳媒的評論 好壞參半 但貨量超級少 加上是Apple首款同類型的產品 所以難訂程度不讓iPhone輸蝕 炒價更加一度升到八千元 相當誇張 這輛就是RD最主要 這輛M2C格10年 在這輛車尾 最近代理你又帶了新的Cube來 入展開 幫助車 究竟是甚麼車要保護車身 那有沒有感覺呢? 那有沒有感覺呢? 但2020年呢 很可能是我們有新之年 最多災多的21年 不過無論這一年 如何難過呢 我們都算經歷了 現在就重新出發 2021年的第一天 我們就巡幾個Category 回顧一下2020年車壇 發生過甚麼事 有甚麼好車呢? 沒錯 第一個Category叫做 我不能忘記你 即是我不能忘記你 嘩 你的搜尋歷史已經很精彩 那我不能忘記你 應該是難忘的車 難忘的車 若果不算推出的年份 我自己心目中 就選擇i30N 和Honda S660 先說一下i30N i30N做出來 其實目標就是設定GTi Killer 但我自己覺得 它真的做到這件事 還有它是今年我駕駛的 是不停想覆卓的一部車 覆卓的意思是 就是覆卓 看到你也很開心 駕駛了 對 很開心 因為那部車是很滿足 S660也是一部很令人滿足的車 雖然推出了也有五年時間 但是它駕駛那部車 令你覺得好像去了縮水人間 因為車很細價 條路顯得很大 條路顯得很大 你駕駛得暢快很多 還有有迷你超跑的感覺 不過如果要說回2020年 真正來香港開啟的車 我自己就會選擇新一代的911 992 992 992 沒錯 992我也長期三天兩夜 駕駛了五百多公里 那三天兩夜的經歷是 我心想說 好時間 你居然可以把991.2 一個這麼精彩的 Sport Car 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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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它是 我想像力有限 我猜不到一輛車是可以再正這麼多 你說992這件事 令我想起我 我的選擇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A45S AMG 大家都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Mega Hatch 即是你說最快的Hatchback 一定是數到它 那麼當它上一代 其實已經稱霸了這個級別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 喂 再改善一輛車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那麼 老實說 其實它開下去 你說 每個人都可以開得很快 因為它的硬件真的很厲害 一個2000cc引擎 可以突破400匹 其實是很誇張 但是 想不到的就是 今代既然有一個你玩得很開心 就是這個Drift Mode 其實不是一個按鍵 是一個Mode 我會這樣形容它 它可以是一樣 本身很悶 加點落水 這令我覺得 果然它們的Engineer還有點巧 不是一味求快 和求完美 難忘的 講完 是時候都要講一下驚喜 你有沒有哪一部車 令你有驚喜 有 是兩個三 兩個三 搭巴士也不夠 兩個三是甚麼 兩個三就是 這個 寶馬的三系 新一代 和Tesla Model 3 寶馬三系 不用說那麼多 無論是本地或者外國的很多車的傳媒 試完都是讚它 我們一開下去 就覺得很有驚喜 那種感覺是 令到你覺得 寶馬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還用那麼多心機去做一輛車出來 其實你會很欣賞它們 其實Tesla Model 3 也是同樣的感覺 因為 開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一輛電動版的三系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覺得電車本身 可能它有固定的駕駛感 但是接觸過Model 3之後 我發現原來電車 都可以好好玩 這一波我是支持你的 即是講選擇 但是 如果講 怎樣形容它們 我就不會形容Model 3 是電動版的三系 因為我自己覺得它駕駛感方面 是跟真正的三系 是有一點點距離的 先講三系 三系 我自己覺得它也是令我驚喜的 就是一個普通 不是Performance的寶馬 居然可以有這麼正的操控 一個這麼Sharp的Handling 這個齒料不得 Refinement又高了很多 Interior Build Quality又高了很多 科技方面 亦都是比F30年代高了很多很多 至於Model 3 Model 3 其實我在接觸它之前 我是很討厭Model 3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流動的電器譜 即是一張桌子加大螢幕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但事實上 你接觸過它之後 你就會發覺 原來它的設計是很人性的 所有東西都是用家行先 其實一輛車 隨著年月 那輛車是會進化的 即是軟件上進化 在硬件上做不到什麼 還有它的性價比 是不能輸的 我都有駕駛過幾天 真的黏著它 你會發覺我會習慣了它那種設計 本身你看到很不習慣 又沒有標版 又整些東西都在中間 但是用到橫車那天 我就會覺得 其實挺正的 有充電 我都會代步一流 即是試過才知道原來 這兩個衣服是很棒的 說到電車 不如來個電動車 你有什麼心水 又好 因為今年我都試得多電車 你也試得多 今年我試過 Model S Performance Cheater Mode 那一部 Model 3 Model 3的Base Long Range Performance 也試過 E-tron Sportback Benz EQC 還有Taycan Turbo S 沒錯 對我來說 首先說E-tron Sportback 我自己覺得它最有趣的是 電子倒後鏡 運輸處第一部批的 這樣的車 其實很多電動車來的 都會用這個趨勢 但是 試的時候 我還未習慣 電子倒後鏡的擺位 還有 你開車看鏡的手勢 還未用得慣 始終它沒有一塊 實體的倒後鏡 去Backup 我自己覺得是有一點點牙煙的 至於EQC 它其實都是一貫Benz的水準 相當之高質的車 我都期待它 未來EQA-Z 新車會彈生 我自己周旋於 Taycan Turbo S 和Model 3之間 Model 3 我剛才喜歡它 也有提到 但是 Taycan Turbo S 我想 駕駛完它之後 又是對電動車可以做到的 又有另一番見解 Porsche 是放了很多心機 在這車上 我想你駕駛過 你都知道 我一跳上去 第一感覺 它不是一個電車 它是一輛沒有聲音的 那一天 軚是很緊 所有的感覺 都會在寶時節跑車裡找到 還有它那種Star Wars的電電聲 很科幻 我記得我跟它出去 駕駛試車都很多人看著 那種感覺是很奇妙 好像真的 哇 那種未來已經來到的感覺 我覺得 但是唯一 Taycan 有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不太好 就是充電 它和很多德國電動車一樣 雖然標榜用150kW的充電站 可以 五百成 在九個字 但是 香港是沒有這些充電 所以 那次我們駕駛 在右一成 我們駕駛了一輛 我相信全香港 應該只有那輛Taycan Turbo S 就在那裡 跟Tesla爭排隊 就是充電 這是比較可惜的 Taycan 和Model 3 的確是很接近 但是 如果你說性價比 日用性 充電的方便性 我覺得Model 3 是我心想中的電車 始終親民一點 親民一點 老實說 不是在這行業 接觸不到 那這個回合 打和 打和先 Model 3 和Taycan 打和 好東西就說完了 那我們玩點刺激一點 多刺激 我們可以說一下 年度 最失望的車 你這麼膽 Anyway 我們今年試過最失望的是什麼車 我給Tips你 這個車 是2000cc 四缸Turbo運輯 四驅 還有一個Hatchback 藍色的Freshcar 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對他有的期望 是太大 我知道你說什麼 是不是 喂 OK 那 這個是 那時候 你都還沒加入 我記得我試過車之前 我問你 喂 車好沒有駕駛 你說 不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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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要說三次 真的好不行喔 但其實不是車本身差 只是 你說得對 他上一代 建立了機業 太強勁了 但是新一代是把所有東西 真的所有東西 反過來做 他上一代的機業 這麼成功的時候 你居然 放棄自己獨有之處 跟其他車廠一起 隨波續流 做2000cc 四驅Hot Hatch 這樣是有少許令人失望 但是不代表車是差 說差 一定要是你搶了我試的車 什麼我搶了你 你自己逼了 不試 就叫我試 你以為我駕駛一些中毒 我聽到 我的組員都說 很辛苦 逃離的車廂 喂大哥 我們要CAM-E 藥錢 痴癌車 我不知道這輛出了沒有 但是 到時看到你會知道是哪一輛 那輛車輪近地區製造的 是紅色的 是SUV 7座位的 那你覺得 今年車壇有什麼轟動事件 以轟動事件來說 如果以正史 正式歷史來說 最大件事 一定是Audi和Voxhagen 都齊齊轉了代理 轉了去錦龍 這個真的是這個 因為其實 各下都是Audi的車主 但是其實 我只覺得 新的代理 在留住這輛車主的心 這方面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它推出了很多東西 譬如 優惠 對 又送了好禮物 其實 之後會怎樣呢 暫時都不知道 但是 暫時看細膩 都不錯 我覺得 應該可以的 因為Voxhagen 都多心車 正史就講完了 是時候都講野屎 野屎的意思 就是花邊的東西 今年轟動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人 圍繞在Facebook的狗肉群組 沒錯 就是這個 GK Chan 和 阿活狗 這個狗肉群組 都捧紅了不少人 包括他自己 我們都和他做過專訪 在不知哪裏可以再看 大生貴地 MC仔 蜘蛛俠 很多花生 吃到我喉嚨痛 今年 MC仔有留言 我的影片 我想多謝MC仔 對 他有follow我的 Hello MC仔 其實他也是有一席位 我想跟GK Chan差不多 平一平坐 我們不夠他們 有一陣子我的Zvlog的朋友 是不敢開車出的 想賣車 是的 Pace就 不要說那麼多 不要說那麼多 這些不要說得著人的 不如說一下 Mine的東西 Mine的東西 這個很厲害 這個 各位觀眾 我是每個留言都看的 我們算了一個獎 給一位網友 是 練到最Mine的留言 就是你 Anthony Zhang Anthony Zhang在哪裡留言呢 就是你的處男作 沒錯 就是Bency的Showroom介紹 E-Class 小改版E-Class 沒錯 他留言了什麼呢 我演繹給你聽 演繹給你聽 好 割一隻寫錯 說話好門 嘩 文筆非常精彩 非常毒辣 你看他的腳 開口中 沒錯 就是這個留言 之後的一個月左右 我就出一試 雙腳也是順利成章 就是斷了骨 當然 那經一試做一致 我們 我們決定以後 在Showroom那裡 不坐椅子了 沒錯 腳踏實地 在網絡世界 說話 真的留一線 雖然沒有後果 但是你不知道 你有一些毒舌 有多厲害 很厲害 但不要緊 你只要他 他居然做到工作 接下來 會有幾條片 圍繞著他的腳 沒錯 不是玩腳 我們會用我這個 竟然出現了一個特別的情況 去試一些很特別的車 我們平時不會試的 沒錯 有一個新的契機 所以其實我們都要多謝 要多謝 沒錯 不如預告 今年 2021年會有什麼新車 我講 我最想試那一部 我見你在Showroom介紹的 S-Class 這麼豐 這麼漂亮 最想試錯下那部 新S-Class 是不是真的那麼舒服 是啊 我在Showroom介紹的 幸好 其實 這部車 我看那些 Press Material 我就覺得 又是這樣 又是大螢幕 但不是 你看到一部真車之後 喂 怎麼搞的 那你又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我真的 給Benz 因為S-Class 每一代都會有新的科技 我以為 你都很窮 W222 玩到這樣 但想不到W223 即是新一代 又是另一個層次 若果你說 S-Class 只是 但是 到你駕得回來 你又想駕駛什麼車 嘩 我 我經常都和你叫春 在WhatsApp 我真的是一輛車 就是GR Yaris 因為這輛車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它是將一個90年代 一些做Homologation 的Rally Hatchback 即這個Recipe 是翻炒一次 你很難得 在這個年代 會看到一個車廠 特意製造一架 是四驅 棍波 而還要是 3缸 3缸 286匹 是的 的一架用來做Homologation 因為他們要跑WRC 他們要來做兩產的車 上年我們也試過一架 萬事得 你記得嗎 那一架 是的 我們沒有拍片 但是我們試了一部 萬事得的323GTAE 其實是一部 90年代 名不經存的 Rally Car Homologation版 是的 那架車是 很快的 真的很想試一下 究竟Toyota 好不可以做回當年 Seliga GT4 那些感覺 這架車是期待的 那我自己呢 Golf GTI 和Golf R 都是我期待的車 Golf 5 其實無論是GTI 或是R 就算是Base Model 我很喜歡它的樣子 很漂亮 我覺得 樣子是一般的 但是Golf R 說有一個Drift Mode 你試一下 GTI 又說是這麼多年 最好駕駛的一代 那我剛剛試了Mk5 又劇透了 我試了Mk5 GTI 那我就很期待 看看我們又會玩什麼花樣 借不知這個i30N 還有 又是Volkswagen ID4 ID4我也有興趣 因為 其實我們上年試了很多電車 不同派別都試過 很想試一下 Volkswagen 會怎樣去做一架電車 它聲稱要來代替Golf 其實是的 你想一下 Volkswagen 原本開發車的預算 現在開為二 一方面要搞傳統的Golf 一方面要搞ID系列 其實雙線並行的時候 我都很想看看兩款車 哪一款比較好 還有盛傳 會有一部全新的牌子來香港 嗯? 知道是什麼嗎? Postar 喂? 這麼厲害? Postar Postar 1不會來 因為那個Plug-in Hybrid 600多元 很難賣的價錢 而且只有左軚 Postar現在做右軚 就是Postar 2 是一部跟Model 3對陷的 升高了少少的房車 這部車如果有400匹 嗯 除了車之外 我們還是希望2021 起碼正常先 因為其實今年的車壇 都是又停下又開下 很多意思 很不暢順 一年行的 我都希望 撇除我們試車 其實大家都想過一些正常生活 我們做車的又可以出去試車 出去看車展 整個世界運作回正常的時候 我相信世界會更美好 觀眾們不知道你過去一年 又最喜歡哪一部車呢? 在下面留言 還有 如果你2021年想看我們試什麼車 或者拍什麼片中 都在下面留言 不過大家留言還留言 記得高台貴手 不要說那麼盡 一些說話 我和Toby在這裡 祝大家新年快樂 沒錯 出入平安 對,出入平安重要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最好不要被疫情影響到 拜拜 等等 講了很久的5G網絡 在2020年的4月 終於可以在香港用了 而且發展都很快 由開始只有少部分地區可以用得到 到年尾的時候 不少網絡商已經標榜 有90%以上的覆蓋率 不過有網絡都要有5G電話的配合 在2020年其實都已經有不少好選擇 無論是否果分都不可否認 今年的話題之作差不多都一定是iPhone iPhone 12更是Apple旗下第一款的5G電話 當中又以最高階的iPhone 12 Pro Max最具話題性 比上一代更大的6.7吋屏幕 系列中獨有的2.5倍變焦 得強的夜攝和拍片能力等等都是賣點 說到拍攝又怎可以不提年初推出的S20 Ultra呢? 100倍變焦、1.08億像素 都是誇張自極的數字 加上可以拍到8K影片 以及設有1拍多攝等等的新功能 單以功能來說 可以說是最豐富、最強 雖然有全S21一月就發佈 但功能不像有太大變化 層新機出、舊機跌價 或者都是入手的良機 5G電話多數都是旗艦或配大螢幕 只有5.4吋屏幕和133克的iPhone 12 mini 都可以說是一枝獨秀 用慣了大螢幕想一手掌握 iPhone 12 mini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 美感其實都很見仁見智 不過Sony的日系設計 總是令人感覺特別討好 兩部新機主要的設計路線相約 線條簡約得來負設計感 充滿日系的氣色 功能雖然不算最強 但絕對夠用 記者也特別喜歡他們極近視相機的拍攝界面 6.8吋屏幕絕對是最大屏幕的5G電話之一 加上兩邊曲屏 和極細小的前置鏡頭 令到屏幕的感覺更加巨大 更加重要的是配有手捨筆 令到這部巨螢機有更加實際的實用性 加上和S20 Ultra相近的攝影功能 可以說是暫時最強的一部Samsung 5G電話 相信事前都沒有人想過iPhone 12 Pro竟然可以興起炒風 過千元的水位維持了接近一個月 反而一向最有炒味的Pro Max就是即日炒完 綜合原因都是貨量不足的問題 A42屬平價的5G電話3198元 玩到6.6吋大屏幕、四鏡頭、屏下指紋等等 功能齊全、抵玩 而S20 FE雖然定價較高 但都是五千元有找 更加重要的是攝影和功能上 更加接近S20系列 用上高家機的Snapdragon 865核心 性價比其實都頗高 雖然一直都在 但存在感越來越低的HTC 亦都在年尾推出了旗下首款5G電話 6.8吋屏幕、四鏡頭、金屬質感機身 整體不錯 3,898元也算抵玩 希望品牌之後亦會多些現身 全部都是用上高的 3,898元 5,898元 4,898元 5,8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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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定仍會有很多人說 有很多強國出品的5G電話 不過我們比較少接觸 都是留下有需要的人去使用 2020年過去 不覺不覺我們都和大家介紹了不少煮食少家電 今天和大家回顧其中八樣 這套電煮鍋的特別之處在於有齊發熱底座 煎鍋和煮鍋重大約1.2kg 除了手臂可以收起 發熱底座也可以收入煮鍋 煮鍋也可以收入煎鍋 三件亦可以搭在一起 煮鍋的質地不算太厚 盛載有1.2L 足夠煮二人份量 煲中有黑度顯示最高水位 煲底的坑紋亦可以令煮食時更貼合發熱底座 煮滾1L 水大約要13分鐘 比起電熱水煲來說也算有點慢 我手上這個煮了一個鑄鐵鍋 但不是的 它是一個鑄鋁鍋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加上這個轉用的電腦 事實上這個鑄鋁鍋參照了不少鑄鐵鍋的設計 煲蓋有波點 令煮食時正氣可以回流到煲中 而且在煲蓋和煲頂有三個突扣位 幫助煮食時封鎖煲 煲底都有防貼底的塗層 亦都可以直接在明火或其他電池爐都用 如果發熱線是不能拆出來洗 所以如果真的用的時候就要小心點 不要滾捨了 煲蓋的煲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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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煲蓋 煲蓋的煲蓋 煲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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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無煙是油吸油煙設計 兩邊有吸風口 配合底下的風機可以吸走油煙 烤盤有導油孔和凸起的波紋幫助油份排走 底部都有水盤儲存油份 它的用法都很簡單 首先要在底盤加水 組裝其他配件 接著就可以在這裡控制它的操作 基本上只有四個按鈕 一個是電源開關鍵 兩個溫度調節鍵 一個開抽風扇的按鈕 它的發熱溫度可以由100度到260度 用來的確沒有其他烤肉爐那麼多油煙 就這樣說大家都很難想像 讓我關掉它的抽風機 看看效果 馬上看到油煙都供上來 試完之後 我覺得吸油煙的情況也不錯 比其他沒有吸油煙設計的燒烤爐 油煙真的少很多 但當你放很多肉類的時候 油煙一樣是頂不住 所以如果真的用的話 用的時候就不要放太多肉 油煙的情況就會控制得好些 所謂層層疊腸粉電蒸鍋 它的外形、大小、內部設計 都跟一般的電蒸鍋好似 特別之處在於 它有煙腸粉專用的配件 配備特製的膠掛 方便用家煙腸粉 亦都可以按需要 單層或雙層用 它部機的用法都很簡單 主要就是功能開關、時間和預約制 700元電蒸鍋還有配件可以蒸腸粉 但如果它的蒸氣不夠 倒是白費心機 我們找來近年好欠的 鳳梨石磨腸粉師傅實試 它這部機使用都比較容易用 如果在家裏用的話 都算是方便 我試完就覺得 它這部機一來的火力就不夠 可能需要去到三分鐘 如果你蒸下生肉碼的話 可能所需的時間還要更加長 可能要去到四分鐘或五分鐘 二來這個設計 不能去到水氣 水氣掉到腸粉裡 令到腸粉的質感不太好 其實在市面上有一些行燒盤 可以直接放在電磁爐、計時爐上用 最近在網上流行這款燒肉板 除了燒肉設計 還有韓燒流行的爐邊蛋坑位 鋁合金、熱潔塗層 以及旁邊有排油設計 重點是它的售價只是238元 拿上手有些質感 不過眼睛看下去 蛋圈的邊邊 就比較薄 跟一般韓燒或店舖的蛋圈 比較薄 如果它這麼薄 做出來的蛋沒有質感 會很快乾身 不要說那麼多 將直徑大約41cm的燒板 放上電磁爐 用1600V的燒烤火力 開大約3分半鐘 板中心的溫度已經去到250度 跟燙烤大人店裡面的 韓燒板溫度相約 至於板旁邊的溫度 都去到百多度 比燙烤大人店裡面的 韓燒板邊還高出50度 這個爐竟然產生很多煙 如果一般家裡用 沒有抽氣 可能會整個家裡有煙 其實這個易潔面 在一般家裡用很好 很容易清洗 入門者 都很容易燒得很漂亮 你看這些面都很容易燒得很漂亮 很金黃色 脆口得來 可能會有一點點煙韌 如果不受割面燒出來 就簡直是脆口 我們先看看蛋 基本上已經熟透了 因為這個易潔面 應該是很好起的 沒錯 很好起 整條好似白蘭牙 它燒得出來 不過這個 如果我們一般家庭的電池爐 都是差不多的 大塊板 按鈕可能會有點麻煩 為了調溫度 要熱一點 或者沒那麼熱的時候 可能會有少少麻煩 另外旁邊的排油設計表現都不錯 基本上燒肉多餘的油份 都可以經文理 又排油孔排走 它看起來好像我們平時用的長臂鍋 但其實它是一個小電鍋 所以它都一定要夾電才用 這個電鍋的設計 就是底部有發熱位 然後就有蒸籠 還有蓋子 如果你不是蒸東西的話 都可以拿開蒸籠 就這樣用煮食或煎食 整個電鍋連蒸籠 基本上都是塑膠 唯獨是裡面有金屬塗層 還有蓋子有個類似玻璃的質地 可以看到煮食的情況 至於控制它 就是在柄 開關鍵和溫度高低鍵 都是同一個鍵 24 26 一個蒸籠可以放到26粒燒賣 比我想像中都放得多 還有大約5分鐘左右 水都滾了 那我就可以把蒸籠放進去 計時10分鐘 10分鐘過了 看看燒賣可以不可以 嘩 燒賣粒粒都漲漲漲 應該可以了 先打開它 行了 OK 它蒸的速度 都比我想像中快 還有粒燒賣都不會弄得太濕 煎的情況也不錯 還有大火和小火 所以可以自己調節溫度 煎出來的飯也不錯 很帥 上述都是2020年 在網上比較熱的 一些主食小家電 都有一些電熱飯盒 是在去年跑出 BUNO外形和顏色都帥 不過它是一個飯盒加熱器 可以將你的雪藏了的飯盒 加熱去享用 BUNO這款的外形當然就是賣點 一罐品牌的粉紅色可愛設計 有三種顏色選擇 用了分離式的內膽設計 內膽飯盒 方便攜帶之餘 上蓋原來還有補冷劑 幫忙在攜帶時保溫 BUNO這款會包含一個保溫袋 方便你帶回公司或其他地方 然後再放進去 要吃的時候 先拿出來放進去加熱器 這裏就有一個冷了一晚的 枝竹火腩飯 可以看看它的樣子 其實都很冷 看看放進去要多久才可以完全加熱 它就說30分鐘就可以吃 看看加熱之餘有沒有保存到水分 或者它的味道 現在它的用法就是 先拿開飯盒本身的盒蓋 然後再蓋這個 然後開著 這樣就可以了 這款加熱器的賣點就是低溫加熱 不用加水都可以保持口感 實施用雪藏過的飯盒 大概10至13度左右 加熱大概15分鐘 已經去到說明書中所說 最佳的溫度75度 比想像中更快 但為了熱力更加均勻 我們就按照止攝加熱30分鐘 結果溫度就保持相近沒有過熱 飯盒都可以保持正常的濕度 在表面會乾了一點 但下面是可以的 拌一拌會比較好 因為表面有少許乾 而且沒有下面那麼熱 所以拌一拌應該會熱力均勻 它有辣嘴的感覺 它的飯盒在旁邊有條膠帶 只要拆開它之後 就可以看到裡面的配件 有一個蓋子 有條電線 有兩個飯盒的間隔 還有一副餐具 它一定要拌著電線用的 而充電位就在旁邊 分別有四個按鈕 就是功能取消 時間加減鍵和預約鍵 按一按功能鍵就會看到 它有蒸煮和熱飯 兩個模式選擇 至於這個預約鍵 你按了之後 它就會在幾多小時後 開始煮飯或者蒸煮 我現在就把它開 這個蒸煮模式 記得蓋上蓋子的時候 要開上面這塊膠片 給一些蒸氣出來 時間過了10分鐘 它在這個蒸氣孔都出煙 而且都聽到它BluBlu 嘩 好熱 滾了 開了蒸煮模式 五分鐘之後 我們用拆彎槍拆拆它的溫度 它的溫度 都是由90度至120度不等 而且這一邊的溫度 很明顯是比這一邊的溫度高一點 這麼小的飯盒來說 可以煮到食物這麼滾 其實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不過如果大家純粹想加熱 本身的飯 就記得不要用蒸煮模式 要轉回普通的加熱模式 以上的產品都有各自外型和設計的優缺點 最後提提大家一些選購的提示 除了要留意它的功率 火力夠不夠 和方不方便收納之外 還要留意它的清洗方法 和煮食的桃層 相信類似的產品 在2021年月出月有 希望可以繼續為大家介紹 2020年的遊戲街 都可以說是風起雲湧的一年 有耳君凸起的獨立小品 有不玩沒有朋友的社會現象 也有引起機迷大戰的爭議之作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回顧 2020年十款年度遊戲 《動物心友會》以下雖然已經熱潮大減 但它引起的現象 絕對是值得稱為年度最佳 任天堂有自己的遊戲哲學 簡單的遊戲玩法都可以玩得很深入 《動物心友會》可以很casual地玩 也可以認真地設計你的小島 甚至可以在遊戲中表達特別的主題 更加重要的是 它塑造了一個活生生的遊戲世界 但又可以帶回去現實世界入面 我們都試過和朋友同事互相報料 匯報流星的行蹤 最新賽價和互相交換家具 這遊戲令我們記起 打遊戲不一定要好毒地獨自玩 Hades是一款小創商推出的獨立遊戲 但就在Steam入面 拿到了98%的壓倒性好評 不少遊戲網站都選了它做年度最佳遊戲 主角是冥王哈蒂斯之子 目的是要逃離冥界 途中要面對冥王和眾成的阻撓 武器有劍、矛、盾、弓、炮和拳套六種 每款都有不同的操作 亦都可以升級變化 加上獨特的恩賜系統 在闖關過程中眾神會隨機出現 賦予主角特殊的能力 變化多到講不完 節奏快、打擊感爽 加上一班角色有趣的鬥嘴對白 這遊戲的上癮度可以說是極之高 不覺不覺一玩就玩了十多小時 在現今的世代獨立細廠也有出頭天 Four Guys就是一款熱爆網絡的小賓遊戲 賽跑遊戲加六十人大屠殺的食雞玩法 除了自己爭取高明翅之外 堪害其他人亦有莫名的快感 逐語都有雲 看人XX是最開心的 這遊戲的別名叫太空狼人殺 一局有四至十名玩家 其中會選一至三名做入侵者 其餘的玩家就扮演太空船船員 在船中入侵者和船員都有任務要做 入侵者可以殺死船員 亦都真的可以像狼人殺一樣開會投票 猜猜誰是入侵者 最高票的玩家亦都會被投死的 雖然這遊戲在2018年已經面世 但到了今年才在直播界爆紅 經典遊戲Half-Life出續集的機會 可能比古納比加樂船的機會更低 但WARF亦都總算推出了VR遊戲 Half-Life Alice VR技術 這麼多年來可以說是雷聲大雨點少 今次Half-Life Alice可以說是很輕易地 就被各大傳媒評為史上最強的VR遊戲 作為一款VR射擊遊戲 大部份的場景都可以互動 要用重力手套 周圍撿子彈和物資 開槍亦都要上彈 最重要的它是一款完整的遊戲 內容豐富有故事 爆機都要十幾個小時 並不是一般game都未做好的VR試玩示範座 Fight Simulator可能不算一款遊戲 它是一款飛行模擬器 可以帶給玩家史上最原真的飛機駕駛感覺 除了飛機的操作夠仔細掌身之外 它幾乎將整個地球放在遊戲中 但在疫情下可以讓大家過一個旅行人 已經足以入選最佳遊戲 不過它的電腦版對硬體的機能要求很高 雖然選了很多創新遊戲 但今年亦有很多出色的續集作品 編輯部選了File Fantasy VII Remake 以及Assassin Squid 萬哈拿來作為深水之選 兩隻game都回應到粉絲的期待之餘 亦都有創新的地方 File Fantasy VII Remake 但面世已經令FF迷相當感動 它的戰鬥系統亦有驚喜 平衡到動作元素和FF的傳統 《維京紀元》延續起源以來的開放世界RPG玩法 之前的奧德塞被批評為太過重複 維京的世界就明顯更多變化 而且主線劇情亦更加有氣味 部落動成一部份帶給玩家更大的投入感 當然如果你好執著於刺客暗殺這一點 近幾代的玩法又真是越來越不像刺客 但其他方面又真是好玩了 看看你如何取捨吧 2020年分別有兩款爭議極大的遊戲 分別是The Last of Us 2和Cyberpunk 2077 如果你是極之恨他們的話 亦都可以在此停下影片 以下是記者個人的真心話時間 大部分被扶評的玩家都覺得 《The Last of Us 2》的劇情不可接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品味 事實上這遊戲的劇情 又真是不易接受的 但記者仍然覺得《The Last of Us 2》 是一款有創建的遊戲 他是故意要你帶著憎恨地去玩一款有關憎恨的遊戲 這種體驗可以說是非常獨特 亦都是遊戲才可以呈現的表達手法 很多人覺得要操作Ebby去打Elly這一場很噁心 但對我來說是一場很奇妙的體驗 我其實很想Ebby支持Elly 但又很想過關 而打落Elly甚至比想像中更加要厲害 看著她製作道具和放地雷 令我想到原來一直以來敵人面對的Elly原來是這麼瘋的 我甚至產生了一種理性不喜歡Ebby 但情感上很想打敗Elly過關的一種很割裂的情緒 很多人不喜歡《The Last of Us 2》 因為她的初段劇情太草率 劇情發展亦都代入不了角色 不喜歡這遊戲絕對沒問題 但我想說的是 遊戲有很多種 《The Last of Us 2》有她的獨特魅力 但就未必個個都適合了 而有關Cyber Pump的種種爭議 廠商的確是有需要負責任 因為她的家用機版本很客觀地說 是有品質的問題 但電腦版的問題 其實就沒有坊間所說到那麼嚴重 我打到爆機 但遊戲也是兩三次而已 也沒有遇過很嚴重的Buds 我大概玩了七到八個結局 無用之而的確是一款好遊戲來的 而開放世界遊戲來說 幾個G線任務的角色 也都可以跟他們共患難 一起打到結局 這一點是同樣注重角色發展的 《Red Dead Redemption 2》也做不到 但目前家用機版本的問題 以及一些細節表現 就令人覺得 就怕不值這麼多年的開發時間 其實近來都越來越多的3A級大作 在開發多年之後出現問題 這一點是值得遊戲界關注 希望Cyber Pump 2077 在之後亦都可以持續更新 改善問題 真無線耳機越出越多 2020年都出了很多 今次就會分不同類型 去選擇年度耳機 即是降噪、音色、平價代表等等 今次主要講的是Gadget Guy 親身試過的耳機 因為算其他的話 真的挺多 好 那就馬上開始 我自己在選擇耳機的時候 降噪是我比較體重的一環 因為實在太好用 以及挺必要 首先講一下年度降噪耳機 Bose Quiet Comfort Earbuds 它就是我試過降噪效果最強的真無線耳機 甚至有比美頭戴式耳機的效果 真不愧為經驗老到的Bose 耳機的體積雖然不算小 但就用了耳翼耳塞 配戴穩定得來 舒適度都不錯 整體的音色表現都算好 尤其是低音出色 今年個人最喜歡的耳機就是它 Bose 的降噪厲害就厲害 但功能偏少 而Jabra Elite 85T 功能就非常全面 除了有降噪和通透模式 亦都有預設或者自定義的EQ 還有White Noise 基本上你想要的都有齊 85T本身的降噪和音色表現都不錯 所以都值得考慮 如果大家對音色有些要求的話 就可以選擇支援aptX連接的 Sennheiser Momentum True Wireless 2 耳機就用了7mm的動圈單元 聲場很廣闊 低音和不同樂器的細節都很出色 但提下大家 iPhone 不支援aptX 就會稍微影響到這對耳機的音色 正如剛剛片頭所說 在年度的運動耳機 我都選擇了有降噪的Sony SP800N 它就有IP55的防塵防水 簡單充洗下當然都沒有問題 耳機有耳翼的輔助 配帶都很穩定 但耳塞的材質就偏硬 降噪效果未去到頂級 但耳機的密封性好 整體表現都算不錯 它另一個強項 就是單切9個小時的超像電量 基本上就秒殺一種的降噪耳機 剛剛講的耳機 基本上都要上千甚至過二千 如果想便宜地玩真無線降噪的話 就可以想想Sold的Sync ANC 這個價位的降噪耳機表現都很接近 它們就提供到基本的降噪 而它的音色低頻就不會過多 比較實正 人聲的表現亦都很厚實 配帶舒適度亦都不錯 BugSnipe 就是小幼的開放式降噪耳機 那就適合不喜歡入耳式的用家 不過它的降噪只是對低頻聲有效 但相對來說入侵性就比較低 它配帶亦都很穩定 耳機就有低音導管 所以Bass的聲音都很突出 不過人聲略而不夠通透 傾電話時就可以消除大部分的環境雜音 人聲都很清晰 不過應該沒有下一代了 以上就是GetJigger簡選的年度耳機 希望幫到大家選到深水的耳機 Coronavirus是2020年Google頁門搜尋第一位 亦都是新聞的第一位 這一年全球抗疫大家的生活都改變了 我們就由科技的數據 回顧一下抗疫一年的轉變 居家抗疫 Work from home 限聚令 大家都盡力留在家裡 亦都因為Work from home 令到視像會議APP 在2020年成為潮流 Office和學校都採用Zoom 做遙距開會和遙距教學 令到這個APP的使用量大增 2019年12月 Zoom每日高峰使用人數 大約只有1000萬人 2020年的3月已經升到2億人 4月更加增到全年的高峰3億人 Zoom的每日下載量 亦都在2020年的2月和3月份 分別有170萬和213萬次 令到Zoom成為了2020年全球下載APP的第四位 比起2019年上升了219位 不過因為Zoom有傳媒將資料送中 所以大家都開始轉用Google Meet了 令到Google Meet今年新上榜 成為年度全球下載APP的第七位 不過Zoom的收入就非常可觀 比去年升了一倍 用哪個APP就自己選了 2020年全球下載APP首十位 都是通訊、社交媒體和視像會議APP 第一位是中國的抖音TikTok 比2019年上升了三位登頂 無論是App Store還是Google Play 都是首位 只要約了WhatsApp和Facebook TikTok在2010年第一季 全球下載達到3億1500萬次 比起2019年第一季增加了一倍 去到2020年的4月 累積下載數目更加達到20億次 網上經常有人說 玩抖音的人都是老殘 難怪美國都要禁TikTok 手遊方面 2020年全球最多人下載的遊戲 是Fear Fire一款吃雞的遊戲 而2019年最賺錢的FGO就下降到第九位 王者榮耀就成為最賺錢的手遊第一位 PUBG就成為2020年玩家最活躍的手遊 超越去年第一位的Candy Crush Steam平台的用戶使用量 自從2020年疫情開始之後就顯著提升 4月高峰達到2454萬人 比起2019年4月的1713萬人 多了大約700萬人 Steam在2020年11月 錄得最高峰線上人數的遊戲 分別是PUBG CS GO DOTA 2 特別要提提線上的遊戲 Among Us 全年手機活躍玩家排行榜 排了第七位 去年9月曾經錄得同時有380萬人上線 可以說是跑出的黑馬 不過一個統計顯示 在2020年大家打機的時間其實不及2019年 似乎大家疫情在家裡還有其他事做 2020年大家都多了在家裡播劇 Netflix全球付費用戶多年來都穩步上升 但2020年確實有較大的比率增幅 2020年第三季有1.9515萬個付款用戶 比起2019年第三季得1.5830萬用戶 多了3600萬人 增幅大約有23% 至於今年即將登陸香港的Disney Plus 已經達到8680萬付費用戶 可以見到疫情之下 大家都使用付款串流服務 而免費的串流直播遊戲十方平台 2020年比較2019年的收看時間 亦都大幅增長 整個遊戲十方行業增長高達99% 這些升幅也代表著電影票房下跌 都只可以怪疫情和限聚令 2020年的香港熱爆關鍵字 HKTV Mall是第二位 口罩就是第五位 原因是2020年初 疫情爆發的時候出現搶口罩潮 不少人都想去HKTV Mall搶口罩 因為疫情和限聚令 越來越多的人網上購物 上網買生活日常用品 令到HKTV Mall 至2017年開業之後 轉規為營 2020年6月 每日的訂單超越29,800筆 比於2019年6月 不足15,000的訂單 升幅近兩倍 而交易額亦都接近兩倍 以2020年和2019年的11月份做比較 買東西的獨立客戶數量 由253,000 升到412,000 每月活躍用家 增加接近一倍 2019年首半年的總商品交易額 只有12.8500萬港元 而2020年首半年 已經有27.468萬港元 交易額升了一倍 至於雙十一購物資 2019年天貓雙十一當日的銷售額 是2,684億 2020年 由11月1日到11月11日共計 銷售額達到4,982億元 而今年11月底的美國 Black Friday 網購銷售額亦都比2019年提升 21.6% 高達90億美元 Carosel香港 在美容產品、電子產品 遊戲玩具、家具 和女性衣裝等等 都有顯著的升幅 看來網購會成為日後大家的生活常態 除了網購之外 用APP叫外賣 亦都在2020年更加盛行 UberEast 但是2020年上半年的收入 已經超越了2019年的全年收入 香港人常用外賣APP 主要有UberEast DeliverWoo 和Foodpanda 而居2020年的6月一項統計 香港大約有四成人 願意花費100-200元買外賣 有兩成人願意花費200-300元買外賣 大家買外賣都不再是一百幾十元了 2019年APP全球下載數量是2040億 2020年上半年比2019年下半年 多了25%的下載數量 2019年平均每日使用手機的時間是3.7小時 而2020年每日使用手機時間 就升到4.3小時 大家可見因為疫情 用手機的時間 和使用不同類型的APP都變多了 無論是手遊的花費 還是網購的時間都升了不少 相信這些改變 將會成為大家往後的生活日常